2001年12月8日 马萨利从一80周年告别舞台在天津举行 这次告别仪式引发了巨大轰动 尤其是许多外地的观众都赶来天津 当时有多么火爆 在天津火车站出站口 出租车见人出来就会问 是不是去天津体育馆的 而当时天津体育馆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就在观众着急往体育馆赶路的同时 另一拨人也在马不停蹄 他们便是以马迹为首的相声大家们 在京在马迹得知马萨利告别演出消息时 放下自己手中的工作早早抵达天津 当马老爷子的加乘轿车出现在场外时 有保安人员站在两旁保护马老路上 天津市民主动站成两行为马老鼓掌 还不停地叮嘱您老一定要注意身体 那场景一定令马老也生出几分感念 张忠祥倪平担任当晚的主持人 还向马迹江坤冯拱骑刷刷做一排 但连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侯家的三位公子竟一人到场 马三丽什么地位他们不知道吗 那可是相声界的老祖啊 难道身为图村的他们不应该参加吗 这样许多人不禁想起 难道相声界侯马不合的传闻是真的 精进取一届前面都到场 为何侯家三子不见踪影 87岁高龄的马三丽告别演出上 取一届众多大腕前来捧场 但这场盛大晚会拉开大幕之际 父子同台精彩不断 马志民黄祖民一起说相声论缺 黄鼓牛群带来经典巷上有话坐着说 这些嘉宾一一表演完后 压轴的自然是马老爷子 观众欢呼声不断 最后老爷子说了一段经剧中的竖板 一段再来字字真切有板有眼 让人禁不住对这位88岁的老人肃然起敬 马老拖着疲惫的身体 硬是坚持演了40分钟 下台后嗓子几乎发不出声音 那时状态马老已经不宜接受采访 现场记者的目光转移到了马骑身上 而马骑只对他们说了一句话 马老造就了相声 相声也造就了马三立 我现在都还在家研究马老的相声 这句话一出实在是经不起推敲 众所周知 马骑的老师是侯宝林 并非马三立 而精进两地像是局面的对质 长久以往 马骑不禁敢当着众多人的面如此发言 甚至公然送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八个字给马三立 马骑这一激动 将自己的师父侯宝林放在哪里 莫非侯马之间的恩怨是真的吗 都说侯马不同台 马三立是天津的一人 其父亲是相声巴德之一 马德陆老先生 马三立少年称名 在天津小有名气 后来风头正盛之时 也就张寿纯老先生能够与之匹敌 而后来远在北京的侯宝林闯荡天津 他是朱货全的弟子 按照辈分 小马三立一个辈 二人在天津也是互相较劲 侯宝林大师的相声是文明相声 马三立则强调毕生把笑留给人民 因此很多人说 二人一个是阳春白雪 一个下里挖人 其实这是他们对相声艺术不太了解 文明相声不代表不接地气 而受人民喜爱的作品就一定低俗吗 这显然是一种不成立前荒唐的说法 侯宝林大师当初提出文明相声是正确的 也是相声艺术发展的必究之路 当时北京没有天桥了 那么相声艺术就必须变得文明 所以侯宝林等人牵头 并且请了老舍先生 对于一些相声段子进行改革 马三立大师的毕生把笑留给人民 这也没有错 因为相声艺术的根基就是老百姓 无论何时何地 都应该让老百姓喜爱 而向坊间传言 侯马恩怨至死不同台 恐怕只是大家的猜测罢了 不过 侯宝林和马三立两位大师 确实没有同台合作过 只是因为两位老师的表演风格不同 所以说在合作上 可能会有诸多的不方便 其次 他们私下的关系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初马三立的儿子马志明没有失诚 还是侯宝林提出来 让马志明败在诸货圈门下 而他则带拉徒弟 对于马三立和侯宝林之间的故事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联评论 江山富老农中我点个小赞让我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